大家好,我是布魯媽媽Lina 今天很高興來到佳樂福廚房 幫特朱示範一道在家裡就可以輕鬆完成的蜜汁叉燒 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很简单哦 首先是佳樂福严选猪肉的梅花肉塊 另外呢,我们分两个部分准备 一部分是腌漬醬料,一部分是蜜汁醬料 腌漬醬料最重要的就是蜜汁烤肉酱 跟搭配其他的辛香料 那蜜汁醬的部分呢 我们就准备1比1的番茄醬跟蜂蜜 首先我们教大家怎么样擦选好吃的梅花肉块 油花分布越细密的梅花肉块 烹调起来越软嫩好吃 我们准备一根叉子 然后在肉排上面仔细的叉动 再抹上胡椒粉 这样子就能加速肉排入味的时间 再来我们把所有的腌漬醬料和肉排混合 再来我们把所有材料放入夹链袋中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隔着夹链袋让腌漬料和肉排充分混合均匀 接下来我们把腌制好的肉排放到预热好的炒箱当中 温度设定在摄氏190度到200度之间 烤20分钟就可以了 在等待烘好的同时我们可以利用时间来调制蜜汁酱 蜜汁酱的调法很简单 我们用等比例的番茄酱还有蜂蜜混合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也可以加上适量的黑胡椒做搭配 最后我们再把调好的蜜汁酱抹在叉烧肉上就完成了 自己的蜜汁叉烧是不是非常轻松简单呢 赶快一起动手来完成一份正确的黯然香粉饭吧